葛珮帆議員 多謝主席 特首,香港有二十多萬打工仔靠旅遊業賺食 間接從事和旅遊業相關行業的工作接近七十萬 特首,我很為他們未來的生計擔心 最近我有很多國內的朋友都跟我說 他們對香港反水貨人士粗暴辱罵內地遊客極之反感 他們覺得既然香港人不歡迎內地人 他們索性連通行證都撕難了 就說以後都不來香港了 他們還提醒我 他說如果最近我回內地的話 千萬不要提自己是香港人 因為如果我說是香港人會被人罵 可以看到我們兩地人民的感情 香港的聲譽 我們香港的治安 都已經被這一小部分反水貨的部門行為所破壞 亦都比剛才范國威議員這些 很仇恨內地的言行所破壞 香港市民亦都最近經常跟我說特首 他們覺得佔中後香港有一些 警察就抓人,法官就放人 警察就抓人,法官就放人 昨日的一個法庭的判案 有個17歲的學生就說他在去年以清場的旺角佔領區那裡 就說他拳打警員的嘴捕,就被控襲警罪 昨日就被裁定襲警罪不成立 裁判官就說警員的公辭搖擺不定 並非誠實可靠,認為他是不盡不實的證人 裁判官還說到一點 就說這些控罪易於指控,但難於反駁 就說警員作出不實的指控 這個不是執法人員應有的措手 還叫控方,不如把案件轉介投訴警察火吧 對於這些事有沒有看法呢 打來跟我們談談,1872311,1872311 而這宗案件還有一個第三者 就交了個片出來,去看回當時的情況 這一點都... 當事人就說,見到不想那個17歲的學生 就說因為這些案件而毀了一生,所以這樣做 大家都去打來評論評論,1872311 有李小姐打上來的,李小姐你好 早安 早安,請說李小姐 首先我想對那位提供錄影片段的市民 我對他們是表示敬意的 因為如果沒有他的紀錄片的話 這位學生可能已經是前途盡毀了 另外我想說說 關於警察抓人,法官放人的問題 因為法官判案是講證據的 沒有證據就自然要放人的 因為郭佩帆說 如果警察抓了人 法官一定要判罪的 那根本上就不需要法官的了 因為你抓人就認為一定是有罪的 那還用什麼去審呢 是不是好像大陸那樣呢 就是說我總之我全部已經定了案 定了罪 然後只不過是放在法庭上 叫做一個過場呢 因為我很質疑郭佩帆女士 她那個博士的身份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她在立法會說這件事 雖然她是議員在立法會 是有受過一個保障 就是她們的發言是有保障 但是批評法官是不受這條例裡面的 所以其實阿珍玉成這位主席 她應該要斥責這位郭佩帆 是啊 根本上郭佩帆法庭說這件事已經是犯罪 再說回你現在那個 那個 什麼阿斌啊 那個 就是說 說那些官是九官這個人 沒什麼印象 我覺得你法官呢 就是應該要走出來指責 或者甚至乎應該控告他 OK 多謝你女士 先跟你聊到這裡 聽完兩次 菲帆 我不知道應該叫你做碩士地博士 因為你選區議會和選委的時候 你的學士 碩士 和博士 都是在一間 Granich University那裡拿的 但是你今年就降低 變成了港大的碩士 那我就找這間 Granich University的資料 原來不是在英國的Granich 是在澳洲的Sankara Norfolk Island 但是很奇怪 澳洲是不承認你的學位的 還要禁止你的學校在澳洲經營 然後呢 我看報紙 看到你的學校的名字 全球野雞大學十大 這是美國教育局出的報告 說你這間學校是文憑工廠 我現在不是質疑你的學歷 我是質疑你的誠信 葛貝凡 你是不是買學位 騙香港市民 說你是博士呢 袁小姐 很感謝你這個問題 給我有機會在這裡回應 每一次去到選舉 我們的對手都會拿學歷這個問題 來質疑我 是誠信 甚至去ICAC 你是未買學位 我當然不是買學位 袁小姐 你問我問題 你要讓我回答才行 你要讓我回答 你要讓我回答 你不要思路時間 這個學位是我用了九年時間 很辛苦讀回來 是捱回來的 那當年是九六年 我已經畢業 畢業之後 這間學校怎樣經營 搬了去哪裡 我也不知道 但最重要 其實不是哪間學校畢業 或者讀什麼 而其實最重要的 就是學以致用 還有服務 我還有一個問題 你知不知道 你現在的大學在哪裡 我希望你不要歧視 你現在的學校搬在哪裡 我們半功讀回來的學校 這間野雞大學搬在巴基斯坦 這間學校搬去哪關 我什麼事呢 袁小姐 這間學校搬去哪關 我什麼事 應該是學生 臭蟹 吵你老母啊 臭蟹 是假學力 吵你老母 臭蟹 是假學力 吵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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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蟹 你真是 你真是 吵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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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學位賣回來的 吵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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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蟹 你買假學力 混蛋